白衣男情緒大爆走 一出血就累住对方脖子 甚至还出血猛打 有人在一旁看傻眼 立刻上前制止 却平息不了白衣男怒火 离开前还推了对方一把 边走路边沿路叫嚣 因为是后脑比较痛 拉霞衣领就能看到明显伤势 她是前AV男优蔡荣哲 退出成人影视圈後 经营咖喱店 没有想到却被女员工 要人寻仇 直接就是进來嘛 然後就是很大聲 然後就是一直叫嚣著說 我們欺負她的女朋友 講沒兩句 就她就動手了 衝突到火線 就是國姓女员工 9月7號出車禍受傷 隔天工程要去看醫生 卻沒有告知要請假 直接曠職 沒上班被扣了部分薪水 因此心聲不滿 才會和男友登門討錢 她有這個狀況 也不是第一天了 我們是十號領刑 她還沒到十號 就會就會一直跟我們說 她想要提早領薪水 然後也會私底下 先跟我們借錢 被害人好無奈做生意 請員工卻無故換來一身傷 我們實際詢問對方 截稿前不願多做回應 先讓雙方各說各話 互告傷害 只是這一回被打的被害人 才被原配控訴 和女優吳孟孟有染同居 這次又捲入勞資糾紛 再次登上社會版面 風波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三訊員陳醫長 楊欣宜 臺北三網報導